日大四何才起 好兄兄兄微信社本利不能更新房客用記者會 官長、鄉長、議員長人告知參務 官長我回比這次 關乎青店館來26宮頂企業微信社 只要空間一到就收拾不能更新房 好兄是百種化的一間 年代中更增加三間 但年後無量一到達到四萬多人住 美好長輩更加健康 好兄兄微信社不能更新房客用 未來中部的重量得到更多更好的照顧 官長表示 超過年時代來臨 中部一旦跌倒身體是越來越壞 所以訓練中部的肌耐力 不然體能更好 而且到衛生所會注意中部的萬新肥 並且有很多運動的工法 更可以開玩過的日 因為我們的超高齡年時代已經來臨 我們也發現中部一旦跌倒後 可以說後面的身體放了就很快 所以如何預防我們的中部 讓他不要擔心 就是他的肌肉的耐力一定要夠強 透過不老健身房 第一 讓他的體能更好 第二 他的慢性病 因為運動會漸漸得到改善 第三點 我們在這裡有很多朋友 生活會更快 所以我們目前一直在盤點 我們二十六鄉鎮的所有衛生所 那希望只要空間能夠整理得出來 我們就會設立這個不老健身房 讓長輩能夠就進來這個運動 鄉長均言中表示 有先送到老人回館有一個同一個地點 這個不老健身房客用 將為長輩帶來很多好處 感謝館長跟八卦第一則下一個好情形 也好由長輩做一做來理用 新中華新聞創兩千好兄 彩虹報道 謝謝大家